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世青真的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因為那個圖案是跟著你一輩子的 對 世青真的很重要 我有個朋友呢 他的名字有個真字 真字 對 然後他的男朋友 當時候男朋友有個風字 所以他們想要在彼此的背上 刺一個風箏在飄 結果他們找錯刺青師傅了 刺完之後每個人都說 怎麼會有一隻魷魚在游啊 風箏變魷魚就對了 對 然後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跑去跟刺青師傅說 他要刺一個P P 小寫的P 英文字母P 對 有可能也是找錯刺青師傅 刺出來之後變Q 變Q 相反的位置 那可能是照著鏡子在刻的 也有可能 對 那如果是你 我怎麼樣 因為刺青是一輩子的事情啊 對 這個很尊重的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刺青 你想要刺哪裡 我覺得 為什麼 就把自己刺成肚立就好嗎 刺成肚立 肚立馬上要去刺青 刺一個月亮 對 我覺得刺在臉上好了 為什麼要刺臉上 因為這樣我爸爸就認不出來 我是誰的啊 我就說你... 你還不用刺 你光是這番言論 你爸應該就會打到你 認不出來他是誰 但是我在網路上有看過 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有一個人跑去跟刺青師傅說 一個兄弟 他說我要刺一條龍 應該的 應該的嘛 因為兄弟刺一條龍 就是刺他的背 就是氣魄這樣 結果刺完之後 那個兄弟就把刺青師傅給砍了 蛤 因為確實也是一條龍 但翻過來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Q K 一條龍 一條龍 哇 賺到... 那麼棒啊 那個還刺得多了 那個刺青師傅真的被擺砍了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有請到了 要來跟我們聊這個主題的 絕不瞎刺亂刺 真真到位 歡迎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好 歡迎 大家好 當然還有把我們的紋身 當成一種人生的哲學 因為很多外國朋友 他們都會吃一些中國志在身上 完全不知道在刺什麼 真的 歡迎我們的聯合國型男 歡迎 刺青觀念在社會上 還是普遍保守 但隨著自我意識越來越強 刺青的人也隨之變多 今天各國型男 要來介紹他們的刺青 這看似簡單的圖騰 藏著什麼秘密呢 歡迎收看今天的 2分之1搶 很難得今天的藝人團跟行男 是坐在一塊兒的 是 一刺 所以所有今天來的特別來賓 身上都有刺青 都有 每一位都有 每一個都有 對 夢多你刺的是 我不想看 劉雨柔呢 嘿 那帽子上面明明就是 第一個是我的名字 對 是嗎 是 請問你 人生第一刺在哪裡 我的嗎 不要 天啊 你就是因為太小 所以把它刺大嗎 不是 第一個刺在這裡 難看嗎 這是什麼意思啊 啊 蛤 M 為什麼要吃個M M的意思是Mondo的M對不對 喔 好沒有意義喔 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 More 英文的More More 誰在笑 More 就多的意思嗎 More 對 多一點 我是每天要輕步 喔 還有就是Most 你不要忘記 還有Mini Mini 好多重的意義喔 日本人真是有內涵 對啊 不是啦 會不會你那個M的那個 所有的含義講完剛好 這一集節目結束 沒有 還有這個Bad 那這個又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 不要問 他等一下又講很多含義 我們要播還是不要播 還有一個 這個 這邊 好小喔 是 這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 翅膀跟魚夾在一起 因為 主板 喔 吃火鍋要吃魚板 不是 因為翅膀 翅膀啊 Wing 因為可以飛嘛 翅膀 然後 魚的話 Fish的話就是可以 有得很自在 所以你是喜歡飛魚就對了 不是 他都已經講了嘛 他說翅膀嘛 魚嘛 就是 呼籲大家不要再吃魚翅了 就是一個環保的概念 聽不出來嗎 吃一遍 那個杜力來 我當然有刺青啊 但你刺青大家看得到嗎 看不出來 你這邊是都刺的嗎 鬍子 不是啦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們 刺鬍子 你為什麼找不告訴我呢 化成這樣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刺一些頭髮好不好 對耶 你要不要試試看 對 你刺頭髮不能剝瀏海 對 比較麻煩 沒有 我是刺在我的手臂 好漂亮 他這個很漂亮 他這個很強 對啊 這個 杜力耶 對啊 先跟你講 我這邊的英文字 杜力 我就是二十一歲的時候吃的 然後其他的都是我在台灣 三十歲的時候吃的 那我為什麼想要這樣子呢 因為這個杜力 對我來說代表就是我在台灣 就是從杜力變成一個杜力 因為我就是學到更多世界上的事情 就是變成不一樣的人 這樣你懂嗎 我想其實這整個事情 我想很久很久 可是看不清楚耶 有點像射刀 我一直想要把一些美國的文化 跟台灣的文化混在一起 就變成 好成功 因為我的家鄉就是鳳凰城 對 那就是有一個鳥對不對 那個鳥本來就是從那個火出來 對不對 浴火風華 對 所以就變成 我也是從這個杜力 從這個水泡出來 就變成一個杜力 太棒了 對 這個很有意義 我跟妳說 很有意義 很多人都是亂吃 然後吃一些亂七八糟的 或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 對啊 對 什麼飛魚啊 有了沒有 而且吃M還不吃清楚 你不吃個麥當勞吃清楚 誰知道那到底什麼M 而且他如果剛剛講三個M 真的不是3M就好了呢 還比較有記憶點 對啊 好了 那聽完杜力講他的意義嘛 也滿空洞的 那馬丁呢 因為我是瑞典人嘛 所以我當然有自己 完了又一個 因為很多本 瑞典人都一定要刺青嗎 非常的多 其實有一些報道 他們都是說 瑞典是世界上 就是有自己最多的人民 就是以那個機率來說啊 瑞典人 幾乎每一個瑞典人都有啊 北歐海盜的習慣對不對 有可能吧 維京人 對 應該是說維京人嘛 兇漢 對啊 所以像我 我也是17歲 就吃了第一個 那我吃了第一個 就是在手臂這邊 盾牌是不是 他是盾牌 然後就剪個那個X嘛 就是一個威京人 有一個威京人的頭 他是瑞典人 吃他祖先很感動 你看我們台灣人 我要吃個土地公像化嗎 對 另外一個手筆這邊啊 那邊就是有鞋子 那這邊也是說 你喜歡搖頭 對 因為我以前是玩中基屬的 所以那個也是對我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那你那個這個咧 這個就是一條蛇 它也是跟瑞典的神話有關係的 它也是說就是 它是有一點像蛇像龍的關係 然後它是因為有那個生命的樹嘛 樹 生命之樹 為什麼他這樣解釋起來 我們覺得好神話 但是我如果吃了一條蛇 我就說因為我屬蛇 就感覺 遜很多 就文化不同嘛 那你這邊咧 這個是兩隻烏鴉 烏鴉也是以神話來說 瑞典的神話 就是說最大的那個神啊 歐鼎 歐鼎他是有養這兩隻烏鴉 然後他們一天就會去飛全世界 看看 聽聽 好棒喔 晚上就回來生的身邊 告訴他 他們就看到什麼 我們也有啊 我們有千里眼跟瞬頭 對啊 還有八千里面的鐵拐體騎驢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如果吃這個 會變很好笑 可是我覺得因為在瑞典 烏鴉就是比較吉祥物嘛 可是在台灣 每一隻關要設置給大家 你是呆賽的 他說這個衰的人啊 因為烏鴉就很倒楣的事情 可是我就覺得 就是對我有什麼 那你除了這些 還有其他地方的刺青 目前是沒有 我一直都想吃 費丹尼你有刺青嗎 我也有啊 我也有 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你看起來這麼老派的人 沒有了 老人也可以做啊好不好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巴西人 最近比較多 越來越多人有TATO嘛 那以前不一樣 以前很少人有 而且以前就是 我爸爸媽媽看到人有TATO的話 他們馬上覺得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這樣子 對 以前有這個想法 那最近越來越多人有TATO嘛 然後我就比較開分嘛 那因為我今年一月我會去巴西嘛 那我更好 因為我想了 大概兩年想要做一個TATO嘛 那我就決定在我的背上 所以你的意思說 你是這一次回去才刺的 這一次啊 就這個滿新的 OK 那可以讓我們看一下 那個形狀嗎 他... 因為我是覺得 他就算一個TATO嘛 可是有一些人他們說 那個算七個 這個 好酷喔 對 這個酷 然後因為我做的東西 我做的地方是最痛的 身體最痛的地方 對 都在剛好整個脊椎上面嘛 對 最痛的 可是你這是佛教的經文耶 有一些人說跟佛教有關係 是泛文嗎 是泛文 是泛文 對 因為他們說就是這個東西啊 年紀那麼大 身材那麼好不容易 可以啦 但是看起來好像那個 台灣人不是感冒的時候 用胚子那個吸血 拔罐 但是泛文現在不是很多人是吃白色的嗎 沒有 泛文其實什麼吃都可以吃 在宗教上是有顏色的意義 可是你只是吃青話其實沒有關係 對 我就黑白 那請問一下你這樣子是什麼意思